HELLO 大家好 緊接著上一集,第二集的我要打卡又和大家見面了 不過先提提大家,要訂閱一個行人頻道 我們立即出發去打卡 咦?這座是什麼建築物? 是不是太空要塞或者科學研究所? 它其實是位於西九龍文化區的港鐵東沖線空調機流 不過外形真是有些科學玩 十足機動戰士的基地 它以前的顏色比現在鮮艷更像 不知道你有沒有留意到 它曾經在變形金剛電影出現過 要和它打卡,現在有點難度 因為它四周已經種植了不少樹木 遮蓋了它的部分外形 後來我發現它對面食市區上的平台 是可以看得比較完整的 在這裡打卡就會更清楚 大家看到通風大樓前面的草地 好像有很多雜物 其實之前有一個Friends with you的充氣裝置展覽 可惜因為颱風獅子山雜港而提早結束了 當日場地正正在清理 沿著平台向前走 可以看到海濱草地上面 有人在樹蔭之下休憩和欣賞海景 真是捨意了 原來這個平台之下有一個通道 是有沙灘椅 太陽傘和催氣座 免費租用的 這個平台的建築物竟然沒有名 不過它地面那一層 有很多食肆和商店 還有一段很長的食椅 可以被人坐在這裡休息 兼且能夠廣角度地欣賞維港海景 坐在這裡舒服得不想起身 這個食肆有露天雅座 可以一邊吃東西一邊欣賞海景 來西九文化區 可以乘港鐵東沖線去到九龍站下車 在E4出口轉左 直走去柯士甸道西回旋處 過馬路轉入對面的博物館道 一直向前走 直至看到自由空間 左邊路邊有一條小路 走過一條小路 一直向海邊走就會到 導航登柱? 防波堤? 難道是去銅鑼灣避風塘防波堤打卡? 看來不像銅鑼灣 原來是西九文化區旁邊的 新油麻地避風塘防波堤 很多人都知道銅鑼灣避風塘防波堤 是打卡和拍日落的好去處 但是去那裡又要通過遊艇會的範圍 或者要坐艇家的船才去到 按照我所見 這裡都應該可以拍到不錯的日落景 防波堤在西九文化區的苗圃公園對出海面 在西九文化區打卡 沿著有食肆的建築物向右邊走 貼著海濱一路前走就會去到 防波堤有無數的大石砌城 但是不平坦 在上面走的時候一定要小心 防波堤附近還有兩個景點 就是香港新進建築及設計師比賽展庭 還有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這個館由決定撥地興建到委任設計師 都寫了諮詢和招標的程序 政府多有效率 2022年中就可以開幕了 下一個打卡點 這座古老的紅磚屋 可能很多人都曾經路過 因為它是身處於油麻比鬧市 一座高尚住宅的旁邊 配搭有點怪怪的 它原生是上海街抽水站辦公室 抽水站在1911年停運 現在變成油麻比戲院的寫字樓 表演排練空間 兼售賣精品 已經被評為一級歷史建築 可以看到這座19世紀末的磚屋 有很多細節都保留著 在B2出口出站後 向前橫過卜蘭街 我從上海街前左轉過馬路 直向前走就到了 這座行人天橋的外形像不像一寸列車? 感覺上有點卡通化 相信不少人都知道它的別號叫志明橋 因為出現過在電影中為人所識 它是一座橫跨牛頭角韋業街的行人天橋 約在70年代至80年代初期輕建 橋身的粉色配搭 比起一般灰色為主的天橋更有生氣 同樣是天橋 但沒有幾連那里的感陰森 它的通風口很大 大家打卡時不要做攀爬危險動作 更換一次 最重要是打卡請來自明橋 如何才能去到至明橋? 都是乘廠港鐵 去到牛頭角站 在B6出口出站 一直向前走 在偉業街私保國際大廈前面的安全保 轉右再往前走就可以到了 就到了 下一個打卡點 真的來了銅鑼灣避風塘 還有這麼大支火炮 沒錯,我們就來參觀每天都進行的二和五炮 說多無謂,開始了 太快看不清楚,來個慢鏡好嗎? 再結尾一次 《名放五炮典故》有這樣的說法 19世紀時,當時的二和陽行 在銅鑼灣海邊,有倉庫、碼頭 為防範海盜,裝了一門火炮 同時,每當有大人物到訪或離開 都會名炮致敬 話說貿日,陽行總經理由英國返港 員工竟然為他名放了二十一響麗炮 事件被英軍知道非常不滿 因為只有國家元首才有資格接受 二十一響麗炮致敬 最後,儀和要每天中以名炮報示 以作懲罰 這個傳統一直流傳到今天 除了每天的五炮之外 每年元旦零時零分 也會有紫夜名炮作為慶祝新年來臨 《名放五炮》之後 參觀者有三十分鐘可以近距離觀賞大炮 留意大炮是對正尖東K十一大樓的 每天都被人光一夜 不知道對在那裏上班的人有什麼影響 相信身為香港人都知道有五炮這個傳統 但是又有幾多人真是親身去過現場感受過名炮的震撼 作為香港人的你,必須要抽點時間去打卡 參觀名放五炮可以經一條秘密通道 乘港鐵去到銅鑼灣站 在D1出口出站 過馬路後,轉左去到景龍街 再轉直出海旁 在高士打道,右轉 去到世界貿易中心時 轉入左邊的小巷 那裏有一道門可以通過 穿過高士打道的隧道 沿著隧道走,出來就是五炮的位置 下一個打卡點 好大隻蛋 看到這隻巨蛋 大家都應該知道 這裏是位於港島炮台山海濱 新落城的東岸公園主題區第一期 這裏還是寵物有市場地 可以和狗狗一起玩 場內有一個以維港為主題的大型自營技術裝置 還有不少的裝備都很有特色 例如這個可以讓你閒座觀賞海景的時候 也照顧你的飲品 主題區第一期面積大約有9800平方米 24小時開放 場內有首條於維港內正式向公眾開放 長約100米的防波台 提上的中環灣仔繞道東面排風口 是為了配合海濱景致特別設計的 曾經在外觀設計比賽獲獎 有特色的地標 當然要打卡 留意到防波台是沒有圍欄的 只是有提供救生圈 大家要好好照顧小朋友 場內是可以找平衡車的 但普通單車就不可以了 剛剛開放的周末 場內是人山人海 有些家長沒有好管理小朋友 讓他們在裝置上攀爬 因為險象横生 這裏映日樂都蠻棒的 去東岸公園主題區 要乘港鐵去炮台山站下車 在A出口過馬路轉入遊街 向海邊走 去到電器道 轉左向銅鑼灣方向走 去到海景大廈 轉右入屈臣道直出海旁 在街尾穿過東區走廊天橋底便到了 下一個打卡點 好一個優雅的庭院 這裏是一座名為遊街實現的 活化建築物 屬於二級歷史建築 原本是香港王家遊艇會的會所 在1908年建成 後來被香港政府收回更改為職員宿舍 旁邊興建了政府物料供應處的倉庫 2010年香港政府宣布活化這座建築物為遊街實現 一座推廣視覺藝術的公共藝術空間 去到2013年5月22日正式開放 先後舉辦過不同的展覽 藝術會議和活動 這間叫做Imperfect Exchange Cafe 是一間多元化的活動空間 除了可以讓人喝花茶之外 亦會不定期舉辦工作坊 遊街實現的名字 是因為遊街12號 實現和12差不多 現在在現代化建築物臨立的香港 看到這些越來越少的歷史建築 當然是開心一點 少不免打多幾張卡 遊街實現和東岸公園主題區路線差不多 都是乘港鐵去到炮台山站下車 在A出口橫過英皇道之後 再過遊街的左邊行人路 向前走過電器道之後 又轉到遊街右邊行人路 臨時入口就在電器道街角 下一個打卡點 是不是以為我在沙灘享受遊行的下午呢? 其實我身處在北角公眾碼頭 這裏在今年8月末開始 舉行了一個路過北角地區活化及藝術活動 在北角不同的地點 展出一系列社區參與工作坊和創意藝術作品 而我身處的就是名為北角小聚的作品 是一個在北角公眾碼頭上的微型沙灘 有沙,有沙灘椅,有植物和小屋 在這裏玩一下,打打卡 會不會令我的藝術修養有所增加呢? 上輪的北角會西堤海濱長浪 還可以放狗狗 去北角小聚非常容易 坐港鐵去到北角站在A1出口出站 橫過渣華道後 沿著舒局街一直向海邊直行 走到西堤的時候就轉左 去到唐水道又轉直出就是了 下一個打卡點 竟然門內有門? 金屬門上還有些奇怪的喉管相連 門後會不會隱藏著什麼古代文明呢? 不用猜了 這是一個水堂的建築遺跡 這是北角半山賽西湖公園 這幅高牆和古老石拱門 是以前的七姊妹水堂的水壩水管隧道口遺跡 一百三十多年前 英知企業太古集團在質如蔥興建煉堂廠 需要使用大量的淡水 1883年起 集團在柏架山買地 興建了至少五個私人水堂 在北角半山是第五個 也是最大的一個 在1894年建成的 名字是七姊妹水堂 據說水堂的風景非常優美 可以比美杭州的西湖 所以大部份人都稱它為蔡西湖水堂 直至1977年 它轉手給長江實業 將水堂填平了 部份的範圍輕建成住宅 其餘部份交給政府建了公園 現在殘留的石拱門牆上 仍然保留著第五號壩 和太古練堂廠的英文黑字 雖然只剩下隧道口遺跡 但是它的建築風格十分古牙 再配合那些像怪獸般的粗壯水管結構 令人覺得好像是神秘古文明遺跡 很想再打幾張卡 來七姊妹水堂遺跡 可以在北學碼頭搭27號巴士 在塞西湖大廈站下車 接著反方向走去塞西湖公園入口 入了公園後轉左,一直向前走就可以去到 一連兩集的我要打卡暫告一段落 一個行人會繼續為大家發掘特色景點 請密切留意這個頻道 喜歡這條影片的請按LIKE 分享開去和訂閱這個頻道 未看過一個行人其他影片的 可以點擊播放清單 不要忘記訂閱 多謝收看,拜拜